上次我們做了一條關於美國移民的影片 很多人查詢 原來除了加拿大之外 美國也這麼受歡迎 其實除了L1 Visa 還有什麼程式適合大家呢? 我是加拿大來的 我怎麼知道 問專家吧 喂 大家好 我是阿森 我是Tommy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E-me 大概的頻道 我們頻道專門講加拿大的移民民物業的資訊 今天會講美國 所以如果訂閱了我們的朋友 就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還未訂閱就快點按訂閱 按下鈴鐺 有聚聲的資訊就會通知大家 不說那麼多 立即入正題 之前我們找了Paul 跟我們介紹美國有多值得移民 也介紹了一個美國移民方案 L1 Visa 如果想重溫的 就記得看這條影片 今天我們再邀請Paul上來跟我們分享 那今集我們有說什麼呢? 你問我做什麼? 我們直接問Paul 我們有請Paul出來 你好 你好 上次我們見到Paul 就跟我們介紹了關於美國的生活 以及介紹了L1給大家 今次上來又介紹些什麼項目給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都會聽過一下 投資移民 很多地方都有 美國都有的 這個項目就叫做EB5 這個項目其實已經很久了 主要有80萬美金的最低入門限 就可以申請這個Visa 除了有錢之外 對於申請的背景 是否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真的沒有的 簡單來說 有錢就可以了 沒有年齡 沒有學歷 沒有其他專業的要求 沒有其他專業的要求 所以是非常簡單 當然這項目都要有程序去行 以我做了少許功課 做了研究 應該就是有最少80萬美金 然後通過了就可以直接拿綠卡 當然這個第一步 都是你找我們的律師 或者我們這邊的團隊 去做一個問卷 看看你的資金的來源 最重要是資金的來源 他們要證明這個錢利 都是有根有據 不可以說我很多錢 80萬美金 拿去吧 申請就不可能 他們一定要證明這個 才可以走第一步 然後走一個流程 不如我問一下 因為上次L1比較簡單 你只需要有一個做生意的背景 去美國開一個生意就可以有 這次EB5有什麼特點 或者有什麼特別 是否真的很簡單 都不是說 你可以說簡單 也可以複雜 但是我們簡單來說 第一 就是有這樣的資金能力 第二 就是要經過他們 美國的移民局 他們核下可以投資的項目 是給美國移民局已經認證了 是因為 給投資者 或者這個投資移民的人 是有一個保證的 因為實在是太多 大家都擔心 他們說我夠錢這麼大 夠錢八十幾萬 投資者會不會沒有了 除了拿到綠卡之外 這件事是經過美國的移民局 是核實了這間公司 有之前的track record 或者他們的表現 這間公司的資歷 投資項目的匯報 很多這方面都有資料 透明給投資移民的人 去作一個考慮 這件事是給你一個 叫做信心的投資 其實美國政府也是保障 因為他們都不想說這個項目 是影響了他們的聲譽 明白 那我就詳細一下 其實EB5的門檻很簡單 就是有錢 不需要學歷的 但是關鍵就是 因為大家 我相信看到影片的朋友 都可能做了很多research 都很擔心自己 投資內的項目 會不會有福呢 其實都有幾個angle 可以去分析的 就是首先 要確認那個項目 剛才Paul說了 就是美國移民局 是approved的 那個area是適合EB5投資的 或者公司的背景 公司的項目的成績 是做成怎樣 或者去到生意 即是生意不太理想的情況下 有沒有什麼可以保障你呢 又或者他們所發 這些investment program 那個投資回報是多少 或者是 是不是guarantee 會給你一個本金 這些我想都要去了解清楚 還有我相信 一些觀眾都會很想知道 其實說很簡單 有錢就可以 年齡等等都不需要擔心 其實是真的 這個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英文的要求 沒有工作的背景的需求 也不需要指定在某些美國的地方去經營 只要你有足夠的錢去投資 現在公司是qualified 那你就有機會 可以申請EB5 而獲得綠卡 是的 而且最大優勢就是 住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到獲得綠卡的情況下 你的21歲以下的子女 和配偶 都有永久居民身份 沒錯 沒錯 不如我們講一下 EB5的流程 其實又是怎樣申請的呢 除了找到我們之後 我們的律師 就會可能要提交一些資料 證明你的 索實分資金的來源 他會有一大堆的問題 要你提供的資料 舉個例 你說我有80萬元金 那從哪裡來 我買一層樓 那是不是有張修條 那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資金來源的證明 就是這樣 以香港的情況來說 一般做生意的 都有會計師 幫我做數 那這筆數 我賺錢回來的 有交稅有成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 證明文件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剛才說到 EB5基本上是一個 投資移民的要求 在第一步 證明資金來源 我想香港來說 是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簡單 因為大部分香港 都要繼續 清楚 我都有一層樓 那我買一層樓 那這個就是資金證明 就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 你把資金來源 是有解釋的 那就可以了 非常好 那現在就我們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Paul 那Paul 現在你手上 是不是有一些 美國移民局都認識了的項目 可以分享給大家 去考慮做個投資 這些項目 大部分 差不多八成到九成 都是以地產為主 因為為什麼地產穩陣 所謂國物的發展商 因為通常都是這些發展商 去找資金進來 他們的地買好了 地它都是拿來作為一個抵押 所以是一個叫保證 相信香港做很多做生意的都明白 所以這些項目已經是經過 美國的移民局批准的 可以作為EB5投資項目的 所謂他們的regional center 我們律師也認為 跟他們合作過這幾間公司 所有的項目 都有些可能十年 有些二十年的track record 他們過去超過99%的performance 那你那個本 那八十萬 你拿出去 都叫做補本 有錢分率更加好 大部分去到那個 投資的時間完成之後 都還可以收到的利潤 視乎每個regional center 可以給多少 這個選擇是在投資者上 所以這方面的風險 評估或者風險低到 差不多是儘量最低 我不敢說沒有東西是百分百的 當然 但是他們作為美國移民局公司 和我們項目的持有的人 都不希望做壞個名字 所以他們這些過去都有的track record 這件事在投資者方面 投資移民者方面 你是有選擇 也可以找一個大部分 我這樣說是九成以上都是非常穩 即是先前跟大家分享 L1 Visa的時候 都有一些朋友問我們有沒有eb5 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做eb5 亦都有一些項目 是現在已經ready 給大家投資的 如果有興趣了解朋友 就記住聯絡我們了 沒錯 剛才說了有錢 有對項目了 那我們下一步應該很近 可以拿6class 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當然 你找了我們 然後律師會幫你做一個手足 香港 就非常之有一個優勢 可能大家都聽過 投資移民 香港配額會不會等很久 到今天為止 那個時間是非常之短 連半到兩年時間 就已經可以申請到 一個排期 當然 最後你也要上去美國領事館面試 這件事我們律師方面 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但你基本上上去 可能問兩句 你去做什麼 我投資移民 給他一份東西去看 搞定 我們又補充一點 因為在上去美國領事館面試之前 其實我們的美國移民律師 就會幫你prep好很多文件 大家都知道 搞移民有很多表格要填 很多文件要提交 首先 剛才有講過sauce of fund 最主要我們要提交 證明你的sauce of fund 是乾淨 然後下一步 移民律師會幫你做移民簽證的申請 移民簽證的申請 再批上 你就去到美國領事館 去做face to face的面試 如果面試批了 以我所知 這個是第一步 面試批了 就是拿一個兩年期的綠卡 就可以在美國生活 再提一提 希望跟其他移民的要求 美國那邊都是一樣 要你做身體檢查 拿一個糧文證 這些基本的東西 他們都會有要求 這個投資移民 你去那邊 美國退休也可以 你不用做事 我純粹就是想拿一個綠卡 過一些休閒生活 或者過一些自由 地方帶著 駕駛車到處玩 這是一個值得可以考慮的方法 因為好處就是 你的子女都能享受到 當地居民的所謂的 寧婦讀書 是的 12年寧婦教育 然後大學 你又不用讀那些課 起碼你不用給外國學生的學費 那我又介了一條數 如果大家有兩三個小朋友 因為我們都很多客人 原來有兩三個小朋友 如果你想兩三個小朋友 都去美國讀書 不如搞個AB5好像中了 你明白嗎 你這80萬所謂洗了 其實是拿得回來 但你那12年就真的免費了教育 是的 如果你有兩三個小朋友 都挺好處 真的 我們剛才的conversation裡面 有探索了一個point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就是原來申請完之後 你只有兩年 Green Card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它是conditional 所以有條件 因為條件就是 我想著美國移民局 他們都很聰明 我拿錢 我在香港繼續賺錢 可以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你的子女 或者是太太 家人去了 留在那裏讀書也好 工作也好 退休也好 你本人回來香港賺錢 可以 但是時間 你不可以長期在香港 我提醒大家 所以為甚麼是conditional 他覺得這兩年內 只有兩個月在美國其他事件 全部都在香港 你跟著來的綠卡 可能不會批給你的 因為你都不是有心留在美國 這件事真的要想清楚 所以為甚麼他給兩年的conditional 你過了這個 你真的在那裏落地生根 在那裏落地生根 在那裏生活 又加上稅 還要交稅 就算退休 退休 那裏落地生根 就不用交稅 但是你做事就要交稅 所以每年你都要提交稅表 你跟香港一樣 證明你都是真的在香港居住 跟著兩年後你再申請 他便給10年的捐卡 那10年內 你轉不轉做美籍 都是你的考慮 還有以我所知 兩年conditional之後 他怎樣去決定 是否給你10年 除了你是否真的有意向 在美國 長期定居之外 他還要review你投資的project 那個project究竟 是否還在營運 是否有請10個美國人做fulltime 以及是否跟回原先的proposal 的business plan 去營運 這也是他批不批10年 錄卡給你的一個point 所以投資項目是否穩困 都是非常重要 這個好處就是 你投資了這個 你選擇的指定項目 他們會提供所有資料給你 公司的營運 每年你都會收到一個報告 因為它是一個批准了的項目 所以移民局會跟他們拿 你們建成怎樣 你不是騙投資者 已經賣了 這方面是你都不用擔心 如果我重新去美國 自己做過一盤新的生意 你都有很大的風格 以下你自己去管理 所以這個指定項目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穩固的投資 比起買股票更容易 更穩固 今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任何諮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想了解更多 就立即預約我們的一對一諮詢服務 我們會因應你的背景 去建議最合適的移民方案 或者留盤給你 我們下集見 拜拜